朝鲜第23代国王存族的二女儿 符文公主婚礼上穿过的礼服 精美的刺绣布满整件衣服 盛开的牡丹做成的婚礼用扇子 展现着美丽的姿态 牡丹花盛开的庭院中 活跃在19世纪画家画的牡丹图 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通过这次的展览会 有客们可以体验到 平时无法接触到的王室文化和历史 牡丹花纹在韩国从高丽时代开始盛行 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末期 特别是婚礼上使用的礼服 屏风 扇子上 牡丹是主要的装饰花纹之一 在朝鲜王室中 牡丹还代表着权力和威严 特别是牡丹图屏风 象征着王室和国家的安宁与繁荣 因此在王室供奉祖先的衣装都会使用 华丽又优雅的牡丹花纹将游客 吸引到了数百年前的朝鲜时代 这次以你好牡丹为主题的展览会 将在国立故宫博物馆持续到10月份 新唐记者今夜 李卷在韩国首尔采访报道